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叫于俊宽 那我今天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台湾的一些木材的小尝试 做林业 从事林业 真的是一件很伟大的工程 它除了不断有遭受到天然的一些 存在的危害以外 那在山上工作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说台湾林业不断的一直在没落 但是台湾人又很喜欢玩木材 那对木材的认知也有所不同 那我今天特别在这个时间 那我把我们的台湾的木材的一些解析 跟一些台湾的木头比较常用 大家比较喜欢玩的木材 让它清楚了解一下 人造林 所谓何谓人造林 人造林顾名思义 就是由人工种植 然后把它养成 然后辅育 然后把它变成一片森林 那这人造林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 台湾的人造林红块 台湾的人造林红块 这个叫原始林的扁薄 哇 你看 整支油通通 你看看它的密度 来 看看它的密度 你看这个密度是长成这个样子 非常重 非常沉 油脂也非常饱满 但是人造林呢 人造林它就比较没有这个特色了 因为人造林 快速养成 让它快速长大 第一它的油脂含量一定是特别少 然后再来它的密度会比较大 它密度会比较小 对不起 它密度会比较小 所以说你看它的年轮 含油量含质量也比较少 这个是这个人造林跟这个原始林的区隔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